你可能不知道的一些动词跟用途 我们继续看 因为我这边写动词是英文的灵魂 因为一个句子里面 动词最重要 当然名词的字是多 我们一般是记名词比较多 可是动词是灵魂 Typhoons embedde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aiwan Supportize in the week JS好几个台风 Better是什么意思 Better北部 台湾的北部 一个礼拜台风好几次 什么意思 应该是登陆吧 清洗吧 Better就是肆虐 我们讲肆虐就是破坏 肆虐、破坏、清洗、骚扰这些东西 所以上一集前面有一个Better 前面上一集讲Better是揍 用力打 揍着小孩子、父母 他们常常揍小孩子 那这边Better就不是揍 不是揍 因为台风不会揍嘛 台风不是人嘛 这边就是清洗 清洗 台风啊 在一个礼拜之内 每一周之内啊 一星期之内啊 肆虐、清洗台湾的北部好几次了 所以台湾就是 像我住北部啊 台湾就是 北部讨厌 容易下雨 中部特别不下雨 南部也好一点 北部啊 每次台风到北部下大雨 台风到南部 南部会下雨 没错啊 台北也下雨 但是几乎都下雨 很讨厌 尤其是基隆叫雨都嘛 基隆里有特别多 基隆、宜蘭 那我们住新北啊 也是经常下雨 尤其靠近山区啊 A good bond usually makes her feel better 这Boss什么意思啊 一个很好的什么东西啊 经常会让这个女的她 感觉很舒爽 很舒适啊 心情特好啊 或者这一类的 什么意思啊 Boss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B-O-W-L 是不是碗啊 碗是B-O-W-L 可是不是啊 这是A 大哭 一般哭是cry 可是cry 它是一个抽象 不是抽象 就是一个笼统的名字 呃 醉弃啊 小哭 大哭啊 欲哭 无泪啊 都可以 所以我们有时候 英文程度好啊 不是说讲的快啊 呃 发音标准而已 那些都基本功啊 那不算什么 真正好就是这种 你哭啊 你用那个醉弃 SIP SIP 也可以是 轻轻的尝一口啊 它有好几个意思 这是Boss叫大哭 还有欲哭无泪 就叫笑 笑一般叫laugh嘛 笑有傻笑啊 有假笑啊 有真笑 有大笑 有狂笑 有小笑 有腼腆的笑 你可以用得出来啊 那这就是英文程度啊 所以 外国人他也没办法啊 但是谁可以啊 外国的小说啦 学校的文字工作者 写剧本啦 文学家啦 大学教授啊 这些 就这样子 所以 外国人 他看中国人 你要是讲的很快 跟他一样快 发音也相当的标准 下不到他 他只说你不错哦 可以哦 就这样子 可是 你如果在这些 用字 潜词 或者文法 这些 或者我们讲道地啦 就是 对文字的功利啊 或者对英文的法则 很了解 那外国人会吓到 所以有时候 我跟外国人聊了 5分钟10分钟 他吓到 5分钟10分钟 没讲多少 但是我用一些字啊 比如说你用大响 用不好 那他搞不好 一开始说你会嘛 结果他知道你会这个字啊 他就 这个会吓到 所以这跟我们观念不一样 我们就追求 讲得快啊 ABC啊 这个ABC啊 这个华人啊 华裔啊 讲得好快啊 好羡慕啊 在外观前面没有嘛 就这样飞翔 190啊 长得好帅啊 了不起 到美国不吃香啊 美国说 你鼻子高 我鼻子比你更高啊 而且你还是黑头发 不是金头发 190 美国190很多 吓不到人 所以飞翔在亚洲 在中国打到台湾吃香 到美国人要说拜托啊 而且美国人看 看那种人就说 你就混血儿不忠不习 反而就是卡在中间 反而是你东方脸孔 还进场一点 搞得不忠不习啊 阴阳怪气啊 可是亚洲人 哦呦 混血儿又高又帅啊 这观念 价值观就不一样啊 所以混血儿在西方来讲 没有什么啊 你要么就真的长外观一样 你又不可能 哎呦 又比这怪怪的啊 外观就觉得怪怪 审美观念不一样 但很有趣的是猎狗啊 背也没有 背本来是海湾嘛 可是这边是动词啊 因为我们讲的全部动词 那这个海湾 这个猎群是不是 海湾又在月亮 这搞不懂 就是呼嚎啊 就是猎狗在叫 呼嚎是像狼嚎啊 因为猎群有点像 有的狼狗啊什么的 就是呼嚎大叫啊 可是又不是 一般狗在肺是bark 这个是 就是音比较高呼嚎啊 可能是孤独啦 或者是惊吓啊 在这句话 这只狼狗啊 对着月亮 呼嚎 一位是bayonet to death by a soldier bayonet 本来是名词 刺刀 部枪 长枪 配个刺刀 配到刺刀 那就是什么意思啊 近距离接触啊 那时候 这个太近啊 有时候 子弹来不及发射 或者 到处都是人 底末不分啊 可能无伤间 到处就是 就是用刺刀 刺刀就是很危险啊 就是肉搏战啊 动词就是用刺刀刺啊 它被一个士兵用刺刀刺死了 The sound was beaming badly 这边就是发出亮光 太阳 Bly 发射数很强的 这Bly就很明亮 发出了明亮的光 这个没问题 Bly 这又来了 His face is beaming 这个总不能说 他的脸啊 像太阳发出亮光 脸 脸我们说气色很好 可以啊 可是脸不会发亮啊 当然有时候觉得 这个脸尖特别亮 也这种讲法 可是不会真的发亮 要发亮 亮亮的也是反光 秃头还可能亮一点 就不是 Bly叫大笑 笑得很灿烂 好像阳光一样 我们说笑得很灿烂 就要给用Bly 又来了一个Bing 这个Bing要什么意思啊 This program will be being in many countries Program 一般我们讲城市啊 电脑 电脑写城市啊 中国大陆用法 它不是用城市啊 它用一个什么字啊 一下忘记啊 这个 Dumb Program 本来是计划 一个计划 本来原始的意思 那后来又把它变成 那个 转化成了 电脑城市啊 好像中共大陆用程序吧 用程序 可是台湾程序 又不是这个意思 程序 就是一个阶段 一个程序啊 所以 两岸的用法不同 所以在我《尝试报》里面 有几次专门讲的 大陆用语 像 台湾 一说 各位早安晚 那中共大陆说 早上好 晚上好 这用法 不一样啊 那像台湾那个旅館 就直接说 Morning Call 早上叫我起床 那个 中国大陆 以前啊 现在可能不好意思 叫床 叫床 台湾一些笑 这是 这是 怎么叫床啊 这女孩子叫床 这用法不通 这个 然后这边 倒不是程式 也不程序 Program就是一个 广播电视啊 一个节目啊 Program 节目 这节目呢 放送到啊 就是转播出啦 并像太阳一样啊 散发出去 可是它不是太阳 就是 播送嘛 无线电嘛 播出去啊 The leader of Bacon The others to follow him 这个领袖啊 对其他人啊 叫其他人去追随他 那个Bacon 什么意思啊 Bacon 本来是打招呼的意思啊 但是这边 我就 照一句就不是打招呼 因为打招呼 应该很多人知道 Bacon就做手势啊 或者 点个头啊 就点个头啊 摇个头啊 比个手指啊 就是 比个手势啊 或比个什么姿势 就是 示意 我们讲示意啊 表示这个事啊 就是 这个 这个领导人啊 这个做个手势 叫大家跟着他走啊 The English Cutterfish Be cloud water 这个字 你看这个句子也不难 当然 Cutterfish 稍微难一点 可是大家可能看不懂啊 Cutterfish 是什么 叫乌贼 乌贼 乌贼天生的啊 他碰到危险的时候 敌人的时候 他会那个尾巴那边 喷出那个黑色的 当在水里面嘛 喷黑色的像液体这样子 然后这个 比如说 比它更大的鱼啊 鲨鱼啊 或什么大的鱼啊 就看不到 神手不见五指啊 就没办法 他就逃掉了 Ink 本来是墨水啊 但这边是 它喷出来的好像很浓啊 好像墨水一样啊 所以有Ink 所以Ink不一定只有墨水啊 反正就是 有 有颜色 深一点会染出来的 都可以叫Ink 所以这个乌贼啊 喷出来这个 它通常黑色嘛 黑色的像墨水一样 这个液体啊 比较深的 这次叫弄混浊了啊 Big Cloud Cloud是云嘛 Be通常是动词嘛 加前面就变动词 Big Cloud就变成啊 就是字面上就是变成的 像云一样 可是它水里面怎么云 就是云就是看不清楚嘛 你飞机 飞到高空 飞到云尘里面 这什么都看不到嘛 要靠仪器嘛 或者冲出云尘 穿过云尘才看得到嘛 就是混浊 污浊的意思啊 所以这个 当然有人叫章鱼啦 那台湾有名的叫污贼啊 章鱼跟污贼不一样 章鱼倒不会喷人啊 叫污贼啊 当然污贼跟章鱼长得差很多啊 就是 都是软体水生动物啊 就是喷出来的像墨汁一样啊 把水 海水啊 弄灼了 当然海水精确应该讲 Sea water 因为water就是一般 可是 这个污贼嘛 一定是海水嘛 它不是淡水的 Be that's all his audience with magic Be that's all his audience with magic Be that's all 什么意思 就是 就是 会谣啊 就是它用魔术啊 让它的 audience 就是观众听众啊 所以你说 audience是不是 只是观众不能听 都可以 只要是听你 听你讲话 本来是听你讲话 因为电视上你也会讲话 可是送音机里面一定也会讲话嘛 只看不到画面 所以都是 audience 他用魔术啊 让这个 他的观众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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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个 收音机里面不好表演魔术嘛 所以这应该是电视 或者是现场 你在电视上看 你也是 audience 你在现场看 你也是 audience 你在家里听 办公室听收音机 你也是 audience 就是 变魔术 让他的观众啊 觉得很神奇啊 搞得乱七八糟 搞不去别的 就是迷惑了 迷糊了 到底真的假的 这个意思 这句讲证